最近一段时间,美伊问题成为国际上的热点,美国总统特朗普向伊朗采取了极限施压的制裁手段,从封杀伊朗石油,到向波斯湾派遣大量武装力量,使中东局势再次变得箭板弩张起来。 不过,当美军击搜战舰,驶入波斯湾,外界正在猜测特朗普会不会选择和伊朗开战的时候,他的老冤家却率先发难,给特朗普泼了一盆冷水。 一,据俄通社17日,援引华盛顿方面报道,在美伊僵石不下的情况下,特朗普下令,以林肯号航母为首的至少7艘美军战舰,集结在波斯湾及周边水域。 据悉,在这7艘美军舰中,包括了两艘携带对地攻击巡航导弹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,以及一艘可以携带F-35战机作战的两栖登陆舰。 虽然7艘的战舰数量,并没有那么大的震慑力,但这7艘军舰组成的航母战斗群的实力,丝毫不可小觑。 林肯号航母,本就是美军的中间力量,在当年对伊拉克的战争中,该航母出动了16500架次以上的战斗机,光光是打出去的弹药,就有160万磅,给伊拉克带去了毁灭性的打击。 而在此之前,美军的两艘导弹驱逐舰刚萨雷斯号和麦克福尔号,皆已成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,驶入了波斯湾。 并且,美搜区逐舰都装备了9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,以及其他型别的导弹,再结合此前派遣的轰炸机部队,以及原本就在波斯湾海域的潜艇。 特朗普确实是有了向伊朗下战书的底气。 此外,根据此前美媒暴露,美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,已拟向特朗普政府申请,向中东派遣12万美军。 这位美国英派的代表人物还声称,已经制定出了详细计划。 尽管,特朗普在第二天否认了派兵12万这件事。 但他也表示了,如果真要开战了,派的兵力,只会比12万人更多。 特朗普表面上口口声声说不会开战。 但向中东增兵的动作,却一刻没停。 不由让外界猜测。 特朗普这是在大白迷魂阵。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,特朗普已经做好了准备。 不论对手是伊朗,还是其他人。 要知道,美国往中东砸了这么多家底,飞机一挤一落间就是真金白银。 如果真不闹出点声响,特朗普这次真是纯粹稍弦唱了一戏。 还没讨到好,亏本亏大了。 二、不过,当特朗普在中东排兵部阵时,美国后院就起火了。 特朗普的老冤家美众议院,直接给他泼了一盆冷水。 据CNN报道,美众议院院长、民主党领袖佩洛西表示, 国会并没有同意要对伊朗开战。 特朗普也没有得到向伊朗发动战争的授权。 也就是说,只要美国国会和众议院不同意, 特朗普就没有权利对伊朗开战。 不论砸了多少家底到波斯湾, 也只能是到此一游。 当然,这得建立在伊朗不主动招惹美军的前提下。 从此我们不难看出, 美国国内在对伊朗问题上, 已经出现了分歧。 不仅仅是美国国会和众议院, 不会纵容特朗普的疯狂行为。 就连大部分美国民众, 也都对战争感到恐惧和焦虑。 事实上, 到了如今这一步, 特朗普也非常后悔。 他本就不是一个热衷战争的人。 从他上台的一些列举动来看, 他对付敌人的手段, 大多都是以经济、 外交手段为主。 一步步蚕食敌人。 据悉, 特朗普之所以会有如此拘禁的军事行动, 还是受了博尔顿、 蓬佩奥等人的影响。 早在十年之前, 博尔顿就向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什提出过, 要对伊朗发动战争, 只不过被小布什给否决了。 而这一届美国总统, 显然是对军事一笑不通的, 也恰好给了博尔顿一展拳脚的机会。 但很明显, 特朗普对于如今的情况, 是非常后悔的。 所以他才会多次否定博尔顿激进的主张。 按照特朗普表露出来的种种迹象来看, 他最希望每一问题以谈判的方式解决。 所以他不止一次喊话伊朗, 希望他们的领导人给他打电话。 所以说, 特朗普如今要对伊朗动武, 首先要过的就是佩洛西这一关。 而且这一关还是一个大难关。 这位不按常理出牌的美国总统, 将会以何种方式解决伊朗问题。 我们拭目以待。